老师们 早安 今天呢 每周十日 马来晚的每周十日呢 将会有 teacher 讲yes 来跟你们一起来做分析 那这个星期呢 老师主要会讲 跟你们一起做分析的是 verivasa ok 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们可以在这里学到哪一些的 verivasa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 versal hati 什么是versal hati呢 versal是大 你的星很大的意思吗 在这里呢 versal hati的意思其实是 verasa bangga atau gembira 你引以为好 或者说你高兴 引以自豪 或者是高兴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中头 出席的 任何的宴会 ok 什么是猪猪呢 猪猪呢 猪猪这里讲的是 孙子 ok 他的孙子 可以帮忙 将会回向的时候呢 ok 达特觉得很 versal hati versal hati versal hati 本干定 就是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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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elbow 分工合作 因为你们有没有玩过 一些游戏 你们需要和同学 把elbow牵着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力量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手牵着手呢 你们elbow牵着elbow的话呢 你们比较容易被人家 推开它 推散 ok 所以 vergani ngahu的意思 主要讲的是 reperja sama 分工合作 我们一起来看 什么 asset 什么 所有的 所有的 社团 harus berganding 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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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 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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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处理 有效的被处理 在这里 肯定要分工合作 可能指的是政府 消防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单位 他们必须要分工合作 才能解决问题 如果学校把这些东西 推给政府 代表这个问题能被解决吗 是无法被解决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要分工合作也要互相支持 才能解决一个问题 那在这一边 老师今天会给你们讲解 这里有讲到的一个是叫 Masala Social Masala Social Masala Social的意思是什么 什么是社会问题呢 你们知道吗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社会问题 哪一些东西又称之为 Masala Social 社会问题呢 我们来看 One time class 陶课 陶课其实是属于其中的一种社会问题 这里下面的一些例子 老师举给你们的呢 是比较多是 就是当你们上中学了之后 开始慢慢出现的一些问题 尤其中学生 就是发现到很多中学生都在犯的一些问题 这些东西我们称之为 Masala Social 所以比如说第一个 最常犯的就是逃课 为什么会出现逃课呢 因为他们 融入不了 上学的时候的那一个气氛 还是那一个生活 他们开始选择逃避 One time class 第二个呢 还有另外一个社会问题 叫做Bully OK 我们叫霸凌 OK 比如说像这个图案里面 你看到吗 这一个男生他对着他怎样 这个举动叫做霸凌 那霸凌呢 不单单只是指在行为上的霸凌 尤其是在你们的同学和同学之间 OK 你们常常会发生的 OK 取同学化名啦 做同学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这些严重的话呢 其实它会构成言语的霸凌 OK Lisan 他也讲到的咯 除了肢体上的霸凌 OK 打人啊 还是威胁他啦 恰他啦 嘴逼他啦 这些都叫做霸凌啊 OK 这些是属于肢体上 就代表你在身体上的一些霸凌 但是有些霸凌呢 是言语上的霸凌 那个言语上的霸凌呢 其实会比肢体上的 更容易伤到人家的心 尤其是当你们在修化言词上 没有去注意啊 或者喜欢喜欢去取同学一个画名 OK 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属于一个 Masala Social 第三个 OK 这一个字我们读称作什么呢 这一个呢 我们 怎么读 我们应该读 Vandalism Vandalism Vandalism的意思呢 指的是什么 扩开公务 怎么叫做扩开公务呢 什么扩开公务法 是称之为Vandalism呢 比如说 你们要常常看到有些人 他们会在一些公共厕所啦 还是在公共场合 在墙壁上面涂鸦 有没有 到处写这个写那一个 OK 这个叫做Vandalism OK 所以今天你们学到一个新的词眼啦 扩开公务的这个举动 我们叫做Vandalism 这个字眼呢 你们慢慢上中学的时候呢 你们就会认识的比较多一点 OK 接下来还有一个呢 就是叫做Lumba Haram OK Lumba Haram Lumba指的是赛车 Haram指的是非法 代表 非法赛车 那什么是非法赛车呢 有谁知道吗 OK 赛车呢 其实在我国呢 他是有震荡的职业 有些人是震荡的赛车手 但是呢 什么叫做Lumba Haram 非法赛车 代表你年有 经过专业的训练 然后你自己私自的 约一群人 在马路上赛车 所以这个叫做Lumba Haram OK 尤其是一些年轻人 当他们一开始 学会降魔朵的时候 有没有 他们就会向 这些男生家 尋求刺激感 OK 他们就 约了一群人 在公屋上面 非法赛车 也有可能这些人是 但是呢 还没有到了那个年龄 他们就 就开始降魔朵 然后这种事情呢 常常会发生 但是呢 这边也是非常的危险的 好像老师以前呢 曾经在 Ambulance上面留意的时候呢 就会有遇到 有遇过一次 OK 他是一起车祸 然后呢 那一个降魔朵的人 其实他伤得非常的严重 可是呢 我们发现 他其实是未成年 也没有驾照的 他是在 呃 私自在晚上的时候 架了别人那么多 老一出来 就带头盔这样 去 赛车 而 导致了发生的意外 所以这个叫做 Rumba Haram 当然这些老师在跟你们讲解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是 呃 不对的行为来的 OK 那除了这四个 还有什么是Masala Sushion 当然 就是说我们 偷窃 OK 偷窃 Manchuri 对你们Rumba OK 他也是属于我们的一个 社会的问题 OK 甚至是CN 有些人不懂什么 是CN CN有什么好处 不懂 什么都不懂 纯粹觉得好看啊 是很爽 这样也跟着C 但是其实你们都知道 CN 它带来的健康影响有多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BINYA GUNA AN DADA 指的是毒品 OK 你没有你错误的去使用毒品 OK 一些药物 因为毒品其实也是用的正确的话 它也是一种帮助我们的药物来的 但是如果你用的不正确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导致你会上瘾啦 就是吸毒啦 然后你没有上瘾啊 神就不清啦等等这些正向的发生 所以这些刚才老师所提到的就是所谓的Masala Social 所以这一些在世界各地 OK都在发生着 所以你看回他的 他的他所讲的东西 OK 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 OK 全部的人都应该要互相 合作 互相支持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学校推给政府 政府又推给学校 如果如果两个人都能够合作 比如说 OK 学校要对学生 比如说 对第一个问题 逃课的问题 好 学校对学生 采取这个措施了 而是政府没有理他的话呢 OK 学校多研也好 他也很难去 管得到学生可以不逃课 但是如果说学校 啊 控制学生的 就是很察觉学生的出席力的话呢 而政府在外面呢 也有加强许诺 然后发现呢 穿着 嗯 嗯 制补的 学校的制补的 学生在上课的时间 在外面的话 会进行 嗯 抓捕啦 还是什么的话呢 就是两方面都能够做的话 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了呢 OK 这个就是刚才所讲到的 文干丁包护 来解决 Masara social alright 那这些社会问题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会有人去发生这些 呃 吸烟啦 偷窃啦 还是破坏公务啦 等等的问题呢 其实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 本亚拉古那安 Media social 滥用了社交媒体 就是社交媒体所学爱的东西 可能他的资讯 到底正确还是不正确 没有人懂 而你看了 你就觉得 哦 好像很爽 就跟着 真正是 互联网的影响 OK Internet 现在Internet 上面里面是什么东西都很方便 OK 那个也是其中一个能导致 呃 Masara social 发生的原因 OK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 顺友 OK Rakansibaya Pengaro Pengaro是影响 Rakansibaya Rakansibaya指的是我们的 朋友 OK 朋友的之间的影响 如果说你这样子 你认识到的是一些 呃 神友的话呢 他就会带你去做不好的事情 OK 还有一个就是呢 Hugongan Rakansibaya Rakansibaya OK 通常会发生到社会问题的小孩子呢 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并不亲密的 OK 不亲密的话 我们的古文 我们叫Rakansibaya Rakansibaya OK OK 这些就是社会社会问题的发生 所以单单你看到吗 如果你从这边你看到的话呢 其实你会发现 社会问题不当然只是照顾学校的 呃 呃 所以发生 我们来看 Bersatuhati 什么是Bersatuhati呢 Bersatuhati Satuh 一个心 所以容易才解释到它的意思呢 就是呢 环节一致 Bersat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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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你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OK 比如说每个人都支持A的话 每个人都是支持A的 没有可能 一些人支持A 一些人支持B OK For example 我们来看 Adeh beradeh Bersatuhati Untuk menjaga Ibu bapa yang Samaki Uzo OK 他们这兄弟姐妹们 都团结一致的说 要这样照顾 OK 父母 谁样的父母呢 Uz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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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zor的意思是什么呢 Uzor的意思是 多病的 OK 体弱多病 就是年老 当你年纪慢慢长大的时候呢 也比较容易生病的时候 OK Samaki Uzor 所以他们都 大家都 一致的 赞同 讲说要去照顾 年老多病的父母 OK Bersatuh Bersatuh 第一次 我们来看 Bah Tangan Bah Tangan 这个Simpuna Bahasa 你们应该不陌生了 因为你们应该在 之前 已经大概有听过了 OK Bah Tangan Bah 这个 或者说是 Bah Tangan Bah Tangan 你带的一个东西 手信 还是礼物 OK 比如说 Bah Tangan Bah Tangan 什么什么 Bah Tangan 你去医院 看完人家的时候呢 你不可能 空着手去的嘛 你就必须要带一些手信 比如说 一些鲜花啦 还是水果啦 或者说一些保健品等等 OK 这些都是可以称之为 Bah Tangan OK 你再去医院路上 你所带的一个 手信 这个叫做 Bah Tangan 当然 你也可以指的是 你去旅行 这时候回来 这时候你带的一些 那个手信 礼物 我们也叫做 Bah Tangan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Bah Tangan 也是可以 形容的是 HASYAP 就是一个人 他做工 做出来的成果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 Wah Tangan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Bah Tangan Makan A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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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的意思是 吃风啦 在这一边呢 Makan Anin的意思 其实是 游玩 你通常是休息啦 去旅游啦 OK 去上星的时候 OK Makan Anin Rehat OK 休息 OK 下星 去下星 去下星 去相 Hawaiian 其实里有 你可以都可以用作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在上个 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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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已经过之前的 所以 在八月末月末代表的是上星期的周末 OK KAMI SEKELUARGA MAKAN ANGIN KE KOTAH BARU MENTO OK KOTAH BARU CHUYUWAN 或者说上这个句子 SETELAH TAMAT PENGAJIAN 你比较了 OK SAYA AKAN PERGI MAKAN ANGIN BERSAMA DUA SAHABAT RAPAT SAYA OK 毕业了之后呢 我会和DUA SAHABAT RAPAT SAHHABAT是好朋友 RAPAT是关系很密切的朋友 所以你可以称之为好朋友 OK 我会和两个好朋友一起去游玩 OK MAKAN ANGIN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KARIBAHASA RELAH HATI RELAH HATI RELAH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这边RELAH的意思是你 愿意 愿意 愿意的意思 所以RELAH HATI的意思是什么 Ikhlas TAMPA MANG HARAB KAN BALASAN OK 你诚心的去做那件事情 OK Ikhlas是诚心 TAMPA MANG HARAB KAN BALASAN 你不 要求 BALASAN 什么是BALASAN BALASAN指的是 回报 OK BALASAN指的是 回报 所以你没有你诚心的去做那件事情 并没有要求的任何的回报 所以这个叫做 RELAH HATI OK 心甘情愿 OK 所以我们来看它的例子 在这一百多年 JUTA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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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有一个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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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激动 有动力的 心甘情愿的去执行 那一个任务 这些会激动 又有动力心甘情愿去做那一件事情 通常可能就是你会得到 很高的报酬 做那件事情得到的回报是 比较大的时候 所以就会做那件事情 都会比较 Rera Hati 比如说你们在这个期间 在MCO的期间 你们在家里有做哪一件事情 是你觉得你是Rera Hati的吗 你很诚心去做那件事情 因为要求任何的回报 或者说可能你在这个 MCO的期间你看到妈妈 都忙着做工啊 然后又要照顾你们啊 所以你会心甘情愿人 Rera Hati的去帮忙做一些家务 来减轻他 可能呢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Rera Hati 接下来 Ambil Angin Ambil Angin 每天 每天呢 中午14分呢 OK 他们一家人都会在海边 去吹风啊 上山星啊 去过多风一下 回家之前 Gami Ambil Angin 我们去 去走走啊 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所以这个就是 Ambil Angin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个 Berat Samadipiko Ringang Samadijin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Berat Samadipiko Ringang Samadijin 你中的时候 你的步法会比较重的 OK 所以你踩的步法会比较重一点 Ringang Samadijin 你轻着说你就会放在肩膀上面很轻松的 呃 担着 所以 Berat Samadipiko Ringang Samadijin 就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在我们华语 呃 俗语当中有一句话叫做 有福 同享 有难 同当 Suka 福 Duka Suka Duka Sama Samadijin 一起 承担 OK 所以有福 同享 有难 同当 Berat Samadipiko Ringang Samadijin 我们来看 For example OK 什么本土都干风唱功 Berat Samadij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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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村民人 坐着去打扫他们的环境 OK Bak Katapapata 这一个字眼 它的意思是俗话说 OK 你要用这个字眼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字 来引入你的 Beribhasa 用这个字 Bak Katapapata 来引用你的这个书语 OK 所以这一边 Bak Katapapata 的意思是俗话说 有福同享 有难 同当 OK 代表 你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群人 OK 是你们可以一起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有好多东西的时候 大家一起sharing 然后呢 当有遇到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一起去承担 一起去面对 或者说 一起去 承担这个过错 OK 所以这个就是 Berat sama difficult Ringan sama Dijinji 接下来我们来看 Susah hati 什么是 susah hati Susah是难 Hati Sing Nan Sing 但是意思是什么呢 Dukacita OK 你伤心 Berasa bimbang 或者是你担心 所以 Susah hati 我们来看 Jangan susah hati OK 你别伤心了 Nandi ya akan kembali lagi OK Nandi 等一下 Ya 是动物的他 Akan kembali Kambali是回来 Lagi 可能他就会走回来啦 或者他就会 回来啦 比如说你的出物走势了 有没有 你要安慰他 Jangan susah hati 不要伤心了 Instead of 你每次用的Jangan sede OK OK 所以 你可以又选用这个 Sing Sing Mahasa 接下来 Muka kusut Muka kusut Muka kusut 的意思是什么 稠眉苦脸 你的脸是稠眉苦脸的 在那里想都相信 然后脸都在一起啦 这种脸 我们叫做Muka kusut 所以 For example Jika kita Muka kusut 我们常常说 没苦脸的话 Figuran Figuran指的是想法 Figuran指的是想法 Akan bersifat negative OK Bersifat negative 它有负面 OK 如果你现在从没苦脸 你的脑里面的想法 一定也是 属于 负面的 他一定不会过来的 哎呀 每次老师都这样骂人的 哎呦 等下我一定被骂的 就是这种想法 我们都称之为 负面 哎呀 我都不会成功了 永远就是最后一名啦 这样的想法 OK 下来我们来看 Orang setanga 在这一边 它有一个蛮特别的东西 是呢 Orang OK Sertanga 什么是Tanga Tanga Tanga指的是我们的楼 楼梯 所以Sertanga 又是代表跟你在同一个楼梯上的人 所以我们通常称之为 邻居 你的邻居 你的邻居就是你的 Orang Sertanga 比较容易住 因为你相信很多同学都住在Flat 所以我们要爬几层的楼梯 跟你在同样的楼梯的那一边的人 就是跟你的 就是你的 都是属于你的 左营 右舍 你的邻居 OK 比如说 一部啊 或者是图案的话 是 Orang Sertanga 在公园那边 跟邻居聊天 所以 所以 Orang Sertanga 它的意思就是 寄然的意思 接下来 Mendrit Hatti 什么是 Mendrit Hatti Mendrit Hatti Mendrit Hatti 的意思是 Mendrit Hatti 它其实主要讲的是 会使人发笑的 比如说 好像这个图案里面 Nestaline 你看到他这个表情 就会 他是不是坏啊 还是 你会想着 但是他做梦人呢 拍很好笑的画面啊 等等 有没有 所以 Mendrit Hatti 我们来看一下 Mendrit Hatti Mendrit Hatti 它的意思是 Sertanga Mendrit Hatti Mendrit Hatti Mendrit Hatti Sertanga Mendrit Hatti Sertanga Mendrit Hatti Mendrit Hatti 听他讲座的时候 尤其是当你们去听 一个人在 台上面 讲着 长篇大论的时候 你通常很容易睡着 对吗 你看这个Bellin呢 他就插入了一些 会使人发笑的字眼 所以 让那些人 没有那么 不会睡着 OK 所以 这个就是 Mendrit Hatti Mendrit Hatti 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来看 Ringan Duran Ringan Duran 很简单 你的骨头很轻 代表你非常的勤劳 所以相反的 OK 如果你要讲 Ringan Duran 的反义词的话 很简单 你要讲人家懒惰 OK Ringan Duran 是很勤劳嘛 那 如果你要讲人家懒惰 的呢 你猜得到是什么呢 是的 OK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反义词的话 就是我们的 Berat Duran Tukang Kerbun 这里的Tukang Kerbun 指的是原定 OK Ringan Duran 他说 Inji Simon的家 的四周围都非常的 整洁干净 为什么呢 因为原定非常的勤劳 OK 可能他每一天都会去 扫罗业啦 然后还有修剪 所有的花草树木 OK 所以看起来 非常的整洁 第二个呢 Hassil Usahania Hassil 是你的成果 Hassil Usahania Yang Ringan Tulang Berat Perut 这里的Ringan Tulang Berat Perut 它是一个Beribhasa来的 OK Ringan Tulang Berat Perut 意思是代表 勤劳的人 他们的收费也多 因为你勤劳的话 你肚子就会重 因为你得到东西比较多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联想 OK 所以Hassil Usahania 他 因为他勤劳 他的收费也多 所以呢 Diyahindop Senang Diwakudwa 代表 他老的年老的时候呢 他就会过得比较轻松一点 Amiah Sangat Nisayangi Oli Ayaniya Kerana Diyab seorang yang ringan tulang Amiah很被父亲疼爱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勤劳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勤劳 OK 所以在这个假期期间 究竟你是 ringan tulang呢 还是 berat tulang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 Bagai Langit dengan Gumi Bumi 什么是Langit 什么是Bumi OK 我们来看 在这里Langit指的是 Langit指的是我们的天 OK Bumi呢 Bumi指的是我们的地 我们的地球 地 所以Bagai Langit dengan Bumi 所以你会不会比较容易记得呢 一个天一个地 代表天壤之别 它的差别 Durang berbizan yang terlalu besar 它的差别非常的大 OK 你可以用这个形容 Bagai Langit dengan Gumi 比如说可能姐姐的个性是比较温柔的 比较稳静的 怪巧的 内美的个性是比较破了一点点 好动的 所以它们两个之间的个性是Bagai Langit dengan Gumi 就是普通的村民和Hatawan Hatawan Hatawan是富有的人 OK 所以Benduto Campo 和Hatawan 它们两者之间的财富的差别 Bagai Langit跟 Gumi OK 它们的差别确实是差别的非常的大 所以 你可以用这个字 Bagai Langit dengan Gumi 或者说你可以 Kita seperti Langit dengan Gumi 或者Bagai Langit跟 Gumi 都可以的 但Tidak Mungkin bersama 因为它们两个人之间就是性格差很大 所以不可能会一模一样 OK Bagai Langit dengan Gumi 所以你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你是否有跟哪一些人是Bagai Langit dengan Gumi 是Bagai Langit dengan Gumi的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 Lingan Tangan OK Lingan Tangan你的意思是 你的手很轻 代表怎样 你手是free的很轻的 所以你很 因为你不做很轻轻 你很容易去帮人家去做那件事情 所以这个叫做 乐于助人 Suka Mung Bantu Orang For example 如果我们乐于助人 OK 如果我们乐于助人 OK 什么 Orang Ata Mung Nyangi Kita OK 那所有人都会很爱我们 所以 你可以选用这个字演习来乐于助人的 马来文叫做 Ringan Tutanan Ringan Tutanan 之前有学到的Ringan Tutanan 指的是你的骨头很轻 代表你 做东西会比较轻快 比较勤劳的去做 Ringan Tangan的意思呢 指的是乐于助人 因为圆手 你伸出你的圆手 乐于去帮助人家 同意Ringan Tangan 接下来 Ambil Berat Ambil Berat 我会拿中的东西来讲 怎样拿中的东西呢 没有 这边指的意思是 Berry Berhatian Berry Berhatian 指的是关心 OK 给予 给予关心 OK 比如说 父母 母母就会有不同的一些方式的 所以 但是 有些人的家长 可能看得很重 有些人也不会的那么重 OK 所以 Ambil Berat Ambil Berat Ber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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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at 接下来 Cari Berat 找路 所以很容易找路 要把你的想着办法 所以 Ikhtiarabnilasai 根据说 Berry Berat 找出办法去解决那一件 事情的时候 我们叫做 Cari Jalan 比如说 Kamaru Chuba Chari Jalan Unto Kelua Dari Gaung Yang Dalam 他在洞里面 然后他在想着 找着办法 找着出路 OK 要离开这一个洞 Yang Dalam Liang Dalam 是指生的意思 所以Gaung 意思是洞 下来 Jalan Kelua OK 离开的路 是的 它其实主要讲的是 你的解决 你的解决 方法 所以你看 Cari Jalan 是你想办法 而Jalan Kelua 是一个 比较多的是名词 它就是你解决的方法 OK 比如说怎么用呢 Apa Tidak Dapat MENCARI JALAN KELUAR Tidak Dapat MENC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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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Cari Jalan Cari Jalan 在这边 它是属于一个动词 你看到吗 刚才入手 Cari Jalan 这个是属于一个动词 可能一分Cari Jalan 和Jalan Kelua MENCARI MENCARI 那今天老师的Buri Bahasa 就暂时 分析到这一边为止 OK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如果说你觉得有哪一些 Buri Bahasa 是有趣的 你可以把它抄写 抄写起来 在一个笔记本里面 那这一些呢 在以后 对于你们 在书写上面来讲 它可以帮到你 OK 好了 那我们就改天再见吧 拜拜